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先圆脸 总眼泡了妹子 在开始之前我们先选择这样一款无边缘小极性的蓝色美童会增加一点混血感 做完基础打底后先遮瑕 用LAGIRL的橘色遮瑕膏中和眼下的黑眼圈 这个方法能遮掉你很严重的黑眼圈 接着用Handskin遮瑕膏遮痘痘跟痘印 它的遮盖能力还不错 可以遮个七八分 我一个混干皮也不会卡粉 然后拿出DW粉底液 用美妆蛋均匀的按压全脸 按压的力度大一点的话没有关系 底妆会更服贴 脸上其他还没有遮盖住的小瑕疵还可以再盖上一层 妆感稍微厚一点是没有关系的 然后用RCMA的散粉在脸周跟眼下做一下定妆 欧美妆容的挑眉最明显的特色是眉色深线条俐落 虽然是挑眉 但是亚洲妹子还是得根据自己的眉骨来调整 比如说欧美佛主的挑眉不是每个人都能hold住的 不管画什么眉型新手妹子都可以先在眉毛的下缘画一条线 确定好整个眉毛的角度和弯曲弧度再去画眉毛 眉头往山根处下压 眉头到眉峰要呈倾斜向上的角度 眉峰处要有明显的棱角 眉尾画到鼻翼跟眼尾的延长线就OK 最后拿一把小刷子沾去遮瑕膏整理向眉毛的边缘 再用高光做一个提亮 想要更酷一点 就用遮瑕膏在眉尾做个小遮瑕 简单粗暴的造眉就OK了 这种眉型会很有气场 适合眼间距过窄或者是圆脸宽脸的宝宝 可以拉长上屏和五官的比例 欧美妆最常见的就是小烟熏 今天我们是用LA girl的眼影来做一个小烟熏 先取红棕色眼影再上眼窝画出凹陷感 从后往前晕染 用细节刷在眼尾重点晕染两次 这个方法会让左眼泡妹子的眼睛没有那么突出 下眼紧摇带上 在这里制造阴影感能放大眼睛 再取紫灰色在眼尾处加深 适当的往外晕染 偏肉色眼影凸在上眼皮前半段 和眼尾强烈的明暗 对比会让眼窝更加深邃立体 最后取偏光色在眼皮前半段涂抹 用遮瑕在眼尾调整下眼影的范围 然后用肉色眼影晕染下上眼窝的部分 让过度更自然一点 不会显丧 眼线部分的话我用的是熊野食人的眼线笔 它画出来的线条还是比较细致的 碰到水也不容易掉 按照国际惯例沿着睫毛根部先画一条内眼线 外眼线分段画上 眼线液比拉一条45度流畅上扬的外眼线 眼尾加粗 画眼尾的时候尽量睁着眼睛去画 这样可以更接近你想要的那种效果 内眼角点涂下珠光体调 这样能让眼距缩小 鼻子会更立体 我自己中过睫毛 不需要再刷上睫毛 但是下睫毛还是比较少的 可眼线液比拉几条睫毛出来 现在整个眼妆就OK啦 因为是欧美妆所以修容是必备的 想突出脸部的轮廓感 就要在发际线 颧骨下面 下额角 下巴 三根鼻翼都要打上修容粉 鱼粉轻轻带过眼窝 可以让本来的眼妆更深邃 修容完成配合的就是高光 在眉骨 颧骨 鼻梁 下巴扫上 把令纹也可以进行提亮 记得不要用量过多 不然你脸就会像猪钢猎一样 接着用橘棕色系 白红蛋蛋扫一下脸颊 和刚刚的修容叠加在一起 显瘦又很有气色 下一步就要画出饱满厚厚的嘴唇 纳紫唇膏笔的Dumi Baby 就很适合今天的妆容 烟熏玫瑰色很显气质 最后用唇线笔勾勒一下唇形 可以比本来的唇线稍微画出来一点 这样会更饱满 这样一个比较日常的欧美妆 画出门是没有问题的 大家可以学起来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